本期分享谷歌voice三种真正有效的保号方法 让你的谷歌voice账号安全稳定长久的使用 同时我也会告诉你两种看似靠谱 但实际上很危险的方法 不仅可能保号失败 甚至还可能导致谷歌直接封你的号码 如果你还没有谷歌voice号码 可以点击右上角视频 先行观看如何注册谷歌voice号码 然后再回头观看本视频 视频最后我将发布彩蛋 具体参与规则等信息 我将送出一个全新注册的谷歌voice账号 用于奖励本次活动的幸运观众 欢迎您将我的视频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视频很长 请先收藏再观看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频道主要分享各种网站项目和网站项目相关技术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帮我点一个赞 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其他视频 就请你关注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我分享的只是网站的技术实现方式 任何使用本视频内容 从事非法活动的行为 与本频道和本人无关 在讲解方法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 为什么你的谷歌voice号码会收回 这里我打开了谷歌voice的一个官方文档 那我们先把这份文档翻译成中文 其他的内容大家可以有时间以后再看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最下面这句 如果你似乎没有按照预期使用服务 例如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 谷歌可能会收回你的谷歌voice号码 如果你有 例如在三个月内拨打电话号码或发送短信 这个翻译过来的不太容易理解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在三个月以内 你必须使用这个谷歌voice这个号码 拨打过电话或者发送过短信 这样才不至于去触发 谷歌voice的号码回收的政策 根据谷歌官方的政策说明 如果你长期没有使用谷歌voice 进行任何有效的操作 比如发短信 接收短信 拨打电话 或者接听电话 那这个号码就可能被系统换为闲置 从而触发它的回收 这个地方更严重的可能是说 如果你同时在多个设备 多个地区登陆 尤其是一些非常规的登陆环境的话 比如说指纹浏览器或者云手机 那也可能被谷歌视为异常行为 直接触发封控机制 导致账户被停用 甚至封禁 所以我们保号的第一步 我们一定要知道谷歌的这个封控逻辑 总结一下 谷歌的封控逻辑里面 三个月之内必须要收发短信 或者打电话 接听电话一次 第二个尽量使自己的这个网络环境 比较纯净或者是单一 而不是多地区登陆 这是整个谷歌的封号的一个政策的说明 接下来我要提醒大家 两种看起来很靠谱 但其实非常危险的保号方法 很多人一开始接触 谷歌voice保号的时候 都是照着这种网上流传的经验来做 结果不仅没能保住号码 反而直接翻车 我们来具体看看是哪两种 第一种加入保号互助群 第一种就是加入各种 Telegram 微信群 QQ群中的所谓保号互助群 这些群的主要玩法是 大家把自己的谷歌voice号码发出来 互相发短信 有的群甚至还安排轮值表 今天你给我发 明天我给你打 看起来活跃度很高 好像对保号很有帮助 但实际上这种做法是非常低级的刷活跃方式 对谷歌来说 早就能一眼识破 你想想 谷歌是全世界最强的AI数据公司之一 它不仅能看到你的短信内容 发送频率 还可以识别你的IP地址是不是经常切换 是不是多个账户用同一个设备或同一个环境 是不是这些互动号码之间都有密切关联性 你每天都跟一群非亲非故的账号说 Hi, Hello, Test Message 而且发送时间高度集中 消息内容格式一致 这些都非常像机器人行为 或者模拟集群行为 更严重的是 这类群通常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意识 群里随便一个人 就能看到你的完整谷歌voice号码 甚至有人会收集这些号码 用于批量检测谷歌voice状态 登录尝试密码暴力破解 甚至套用验证码收发接口 进行非法行为 所以你加入这种群 不仅没保住号码 还可能泄露了个人账户信息 甚至被黑客利用 最后你的账号可能会出现 被绑定陌生Gmail 被用来接收验证码短信 被远程控制密码修改 这些情况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我自己和身边朋友都遇到过 第二种情况 给美国公用电话发短信或打电话 第二种情况 看起来聪明的方法 就是定期给美国的快餐店 公用电话 医院 学校 等官方号码发短信或拨电话 比如你会看到有人建议 给肯德基美国门店打电话 沃尔玛 Target 客服发短信 学校 银行 热线 号码留言等等 这些号码确实在美国是真实存在的 也可以接收来电和短信 但问题是 你跟这些机构并没有任何实质业务往来 有些行为就像你每天打骚扰电话 而不是真正使用谷歌voice进行沟通 谷歌会分析你的互动行为 它的后台AI模型能判断 你是不是频繁联系这些典型的公共号码 是不是从多个谷歌voice账号 都发了同样内容 这些号码是否正在被滥用 一旦谷歌发现你和一堆异常密集被骚扰的电话 有联系 它会将你列入风险名单 轻则限制你的部分功能 重则直接清空你的号码 我甚至听说有些用户 因为频繁拨打某些热线 导致谷歌voice被标记为垃圾通信工具 整个账号被封停 邮件也受到了牵连 综上所述这两种方式都是很不靠谱的保号方法 我们宁愿不保号也不要用这种方法 你保了个假活跃 谷歌识破你之后连真账号都保不住 接下来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核心内容 我将介绍三种有效的谷歌voice保号方法 其中前两种方法是我自己清测 并且一直在使用的方法 第三种方法因为要使用到服务器脚本部署 因为天幅和时常的原因 我就不在这里演示给大家看了 如果本期视频超过100个赞 我将单独开一期视频 为大家专门演示 如何用脚本来提供谷歌voice的保号方法 第一种谷歌voice的保号方法 是我们采用手机里面的谷歌voiceAPP 直接给ChairGPT拨打电话 我们知道ChairGPT是一个AI 不管是你说中文也好 英文也好 你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同时呢如果大家希望来操练英文的话 也可以利用ChairGPT这个功能 一边保号一边实现锻炼英文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现在我给大家在手机上进行演示 我重新登录一次一个新的谷歌voice号码 检查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登录输入密码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登录了我们的谷歌voiceAPP 我们来查看一看我们当前的号码 303206161017 然后我们在这里输入ChairGPT的美国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是8002428478 现在我们拨通一下 ChairGPT Just so you know Our conversation may be reviewed for safety By continuing this call You agree to OpenAI's terms and privacy policy So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Hello What's your name? I'm chatGPT What can I do for you? Could you tell me your location So I can check the weather for you? I'm in Los Angeles Got it Currently in Los Angeles It's typically sunny and warm around this time of year Would you like a more detailed forecast? Can you speak in Chinese? 当然可以 洛杉矶通常这个时候 天气都是晴朗和温暖的 您想要更详细的天气预报吗? 可以告诉我洛杉矶今天的天气吗? 洛杉矶今天一级天气晴朗 气温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 非常舒适 有什么计划在户外吗? 请问今天是几月几号? 今天是4月16号 好的 谢谢 感谢你的回答 拜拜 当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次通话以后 事实上我们 就是三个月之内 我们实现保号 按照我们这个视频的介绍来说 就已经全部 这个完成了 只要等到下一个三个月 周期来的时候之前 我们重新去拨打一次 ChairGPT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 这里跟大家补充一个信息 美国的ChairGPT的电话 它对于美国的 这个Google Voice也好 所有的美国的电话 每个月只有15分钟的免费语音通话额度 也就是说 当你超过15分钟以后 可能会进行收费 当然你现在 你的Google Voice 没有绑定任何的 Google Pay 或者是说苹果Pay 这个地方可能会到时候 对你的Google Voice的号码 以及这个账号会有影响 大家只要知道这里 有一个15分钟的额度就好了 另外要跟大家讲的是 事实上 ChairGPT的美国电话号码 它是一家公司 自己在后台对接了 ChairGPT来做的 反正我们只需要去拨打 这个电话号码 实现保号 达到目的就好了 这是我想跟大家讲的 第一种 直接拨打ChairGPT 美国电话号码 进行保号的方式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 第二种Google Voice的 保号方法 它就是利用 iPhone里面的快捷指令 这个自动化执行脚本 定期向自己熟悉的手机 发送短信的这样的一个指令 指令集 以及它的所有的操作 都是模拟 真人的操作方式来做的 那我以我自己的iPhone为例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先找到自己的快捷指令 点击快捷指令 因为我的这个APP里面 之前就有了一个保号的一个 这个脚本 我今天重新给大家新建一条 大家跟着我的步骤来就可以了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然后选择特定时间 这个里面下面有重复的这个周期 以及确认后运行还是立即运行 我们先选择每一周 当然大家也可以每个月来 我们选择135来发送消息就可以了 然后时间大家随便选 选择自己的喜欢的时间就好了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然后在这个界面当中 我们要点击新建空白自动化 然后在搜索操作当中 我们搜索voice 我们找到这个voice的这个APP 然后我们点击 然后选择发送信息 而不是发送短信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 将什么什么信息发送给某某人 这个某某人我们就选择 我们这个新注册的 谷歌voice号码的 幸运观众的这个号码 然后我们选择完成 然后信息我们选择随便写一个 你好 祝你有快乐的一天 然后点击完成 点击右上角的完成 这个时候我们15点28分 这是我们刚刚新建的这个自动化脚本 就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发送脚本 进入这个发送脚本的时候 大家注意在你的右下角 会有一个播放按钮 这个就是一个测试的一个功能 我们点击一下播放按钮 好 这个时候事实上消息就已经发过去了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当前的 423 641 8866 这个手机 这个谷歌voice号码就已经收到了 我的谷歌voice号码发送过来的一条消息 而这个消息会在每每一周的周一周三和周五的13点28分进行 执行自动化执行 这就是我们第二种 利用iphone的快捷指令 自动保号谷歌voice的方法 第三种方法 适合对自动化有一定了解的朋友 就是使用github上面的开源脚本来进行自动化保号操作 我给大家推荐两个稳定性非常高的一些项目 第一个项目我在这个网址上已经粘贴过了 大家跟着我这个网址 然后我们点击回车 我简单把这一个脚本的原理和它的这个执行过程跟大家介绍一下 严格意义上来说 它是利用了 它自己会有一个平台 然后你需要将谷歌voice发送的消息转发到你的邮箱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实现说通过邮箱来转发信息和转发短信 以及转发语音给到我们的谷歌voice号码 整个这个执行和部署的条件还是比较多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自己可以动手 当然如果说本期视频超过100个赞的话 我会单独开一期视频来给大家来介绍如何部署这一套自动化脚本 来保我们的这个谷歌voice号码 这是第一个我们讲的开源项目 叫做GV Google Voice 然后第二个开源项目 是这个叫做Action 横杠 Keep GV 这个也是一个自动化来保号的一个项目 看起来用的人也还可以 虽然它是四年前的 但我这里多说一句 所有的自动化保号 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自己模拟了一套环境 通过网页或者是APP来模拟或者仿真人的操作 来定期的执行这种动作 不管是发短信也好 还是打电话也好 从而实现保号的目的 这也是根据Google Voice的回收政策 我们来设计的这个脚本 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整个三种可靠的保号的方式 当然还有第四种方式 第四种方式就是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去写一套这样的脚本 至少可以利用我们Money Money Home频道的这种技术框架 我们定期登录 然后定期来发送一些信息 甚至信息都可以随机等等 这种方案也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我觉得说已经最好的方式已经有了 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用7GBT打电话 或者是我们用iPhone的快捷指令来保号这两种方案 接下来我将重新注册一个Google Voice 然后把今天的号码送给我们的幸运观众 各位只需要关注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然后在本集视频下面留言 我要Google Voice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 顺带帮我们点一个赞 这三个要素我们都需要 然后我们到时候统一在群里面进行抽奖 现在我开始来给大家注册 这个是当前登录的一个号 这个Roger Wolf 944这个邮箱 然后我们看一看8866吧 8866看有没有号码做个亮号 这里有一个那我们就挑这个吧 然后我们点击verify 这时候我们要到接码平台去确认一下我们的去拿一个号码 然后我们将我们刚才的调号码输入进去 点击发送验证码 105588 好这个号码就注册成功了 那各位我们然后再点击finish 这个号码就注册成功了 然后我们将把这个尾号为8866的这个号码 送给我们的幸运观众 各位只需要关注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在本集视频下面点一个赞 同时呢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 我要谷歌voice就可以参与我们本次的抽奖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你将我的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和有需要的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请你帮我点一个赞 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其他视频就请你关注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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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